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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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今天晚上來 我先介紹今天來的兩位男人 一位是玉山社的總編輯 會群真或女士 玉山社他在1995年 已經出版了非常多的 他現在有很多書籍 我稍微看了一下 其實廣州電視都會關注到 除了很多對台灣有關的書 最近我們是遇到 可能會尋求自私的行業 其實是我們這裡可以學的 第二位是劉翠倫 那是宏州文化的總編輯 那翠倫 沒有人來講 因為一開始注意到 我一開始想到這個題目 是因為翠倫他出了一本公民的行動 然後在我們今天已經快過 現在已經十一月五都下去了 今天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公民這個字也常常出現 也有很多的公民的行動 那你會有人說那個叫公民行動 那有人說公民的行動 可能不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們可能有一個對於 就像剛剛這位先生講的一樣 對於公民的內涵是什麼 有很多可以討論的空間 而我自己呢 因為我剛剛另外一位 讀書會的朋友講 就是我們在讀書會上面 因為你每個月曆寫要選一本書來 然後你就會注意到出版社 他們做了些什麼選擇 那他們選擇出了什麼書 那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你會突然注意到出版社 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在我們除了臉書或者是這個書 或者是媒體之外的 另外一個給我們很多訊息來源的角色 那我就想說我們可以請出版人 來幫我們談一下 有關於出版人公民的關係 所以剛剛有人說那個出版X公民 其實我本來的想法是出版成公民 那其實它有幾個不同的層面的意思 一個是出版人他們自己作為公民 因為我們都有這個生分嘛 出版人剛剛也是 那他們作為一個公民 在做出版這件工作的時候 他們就怎麼看 那再來呢 是出版人跟公民的關係 因為你們在出版工作的過程中 其實會有很多的選擇 會考慮到說 我們大家看到這些書會怎麼樣 因為我們跟出版人之間都有一個關係 就是我們是讀者 其實我們是讀者成公民 那他們是出版人成公民 那我們有保護小的特殊的關係 但是出版人怎麼看 這是第二個意思 那當然最後一個就是 可能大家最看題目最容易影響到也可能比較有興趣 就是出版這個 不管是好業的這個行為 跟整個公民社會是什麼關係 那出版人怎麼看 那所以呢 在為了探討這個問題 我請了兩位來 我們請了兩位來 然後選了一些 我自己只有幾個比較有興趣的東西 那在兩位出版的書裡面 有兩本是翻譯的 公民是從彭卓出版的 跟平凡是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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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出版的 那這兩本是翻譯出的 是歐美的出版寫到台灣來的 那然後呢 彭卓他們今天也出了一本 公民不能寫 那公民不能寫裡面呢 記錄了很多台灣過去幾年來的公民運動 那寫的寫的寫的寫 我看到他們也出了一本 叫做人民的力量 那人民的力量呢 講的是幾十年前1981年的時候 我是常在我們發生過的一場選舉的過程 而那個選舉的過程其實是非常高的 它也有很多的公民參與 而那些公民參與可能 我們現在可能已經印象不深的 會有年輕的一代 可能不太有印象 那所以這裡就有幾個不同的層面 一個是不同的文化或者不同的空間 我們在這裡找到其他 我們看到其他人在怎麼談公民 那出版人如何選擇 把它介紹到我們這裡來 那另外一個是 在我們自己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出版人怎麼看我們自己這個空間裡面 在台灣裡面發生過的事情 然後如何選擇要出版的一些什麼 以及在我們這個空間裡面 其實有過去發生過一些什麼 然後現在再發生一些什麼 那出版人在坦堂的工作裡面 在把公民的行動 在出版的過程中 把過去跟現在連接起來 那我們首先請 哪位要先說一下 那一個部分 我覺得就是第一個部分 就是說 作為出版人 你如何看作為出版人的工作 我站著講 因為我覺得挫著講 反正後面的人看不到 只聽到聲音有病 可能會有一點疏離這樣子 這樣子說好了 一個我看到家瑜對我的題目 其實我還看了好幾遍才看得比較懂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我自己就在想這個問題 因為像紅桌的書 跟一三社出的書 其實不是不太一樣 像翠倫 其實他可能亡我將近兩代 因為他的弟弟是我女兒的大學同學 那我那一代大部分 假如大學畢業就開始工作 那現在這一代的年輕人可能不太一樣 包括我的小孩 大概大學畢業都有機會出國去 繞一繞念念書再回來 所以呢 就是像他們在考慮的事情 可能是比較多的那種學理的 那種這樣的背景 那我們呢 大部分都是實務的經驗比較多 那因為我自己最早是畢業以後 就在字體管報當記者 那當記者然後負責出版部 離職的時候 因為字體管報賣給別人 我們一批當年那個比較不習慣 新老闆的人就離開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受的是比較是報紙的訓練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的老闆 我的上司老 現在在當監察委員 叫我封三 那時候他是我們的 應該是採訪主任後來當總年級 那他常常跟我們講說讀者十三歲 尤其是報紙 讀者十三歲 那所以我們受報紙訓練的人 就會選擇一種比較深入淺出 比較好閱讀的這樣的內容 或者這樣的一個表現的方式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那時候的訓練就是 可能在那樣的一個報紙的一種氣氛 我們那時候可能強調的是 怎樣有一個本土的觀念 怎麼重視台灣 台灣精神 大概是這樣 他有幾句那個 可能報社的方針 不過我記得大概是這樣 所以律山社成立的時候 我們離開之後 大概就是很 在1995、1994年裡 台灣一群報社的朋友 一起成立這個出版社 那報社沒有了 我們做不起報紙 因為報紙是幾十億百億的事情 我們做一個出版社 可是我們那時候很清楚 我們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場 然後我們去做一些讓台灣的讀者知道 他身為台灣人的意義 跟怎麼樣建立台灣人的自信 然後那種自我認同 大概就是這樣啦 我們當年大概是 就是因為台灣人一向沒有立社官嘛 那也都是覺得 今天下午我就參加康明一向 今天就發表貴 南方碩先生在講 他說他以前變台大 因為很多同學都是權貴的小孩 他們的言明 台灣人就是說最準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那個時候也覺得台灣人是沒有學主的 可是經過這麼多年 他覺得不一樣 現在慢慢台灣人也知道自己的優缺點在哪裡 自己有自信 慢慢的有自信 所以我們的有自信之後 就做很多事情 敢做很多事情 這個是南方碩先生講的 那的確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也覺得 我們也不比 像我的小孩到國安念書之後也覺得 欸我不比外國長 不比外國人長 那我們台灣很好啊 很多地方很好啊 所以慢慢回來就會更關心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土地 我會講太久了 不會 要打一下槍 那 所以可以繼續講 要打槍我不會客氣呢 好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就是很清楚 我們像我的作者 其實剛剛蕭景文是我的作者 他就在後面 是這邊的提供 沒機會替玉山色做選擇 那開玩笑啊 那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蠻清楚的 所以玉山色在最早的時候 我們選擇幾條路線 一個就是傳播台灣的歷史 歷史的知識 然後建立台灣人的這種怎麼講 就是自尊吧 一種自尊自信 我們其實就早是這樣 那當時我的發行人 就是跟我一起 創明這個出染色的 跟他呢 李永德先生 現在在高雄市市政府當副市長 所以那時候我們大概就是有一個走向 所以就很快就是 我們就是出台灣人文歷史書 那我們關心生態 所以我們出自然生態書 大概就是這樣一個走向 那當然就是後來台灣的環境越來越複雜 所以那個類型 出版的類型就越來越多 那今天我們在 因為嘉瑜跟我說可以挑一些書 像我們在十幾年前就出過一本書 是與媒體對抗 因為台灣的媒體 因為我自己從報紙出來 台灣的媒體其實是 以前的人說要了解一件事情的全貌 你可能要看幾份報紙 才知道真相是什麼 現在即使你看了四五份報紙 我告訴各位 或你看四五加電視台 也沒有辦法那麼清楚 因為幾乎是影眼短 而且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倒向同一邊 那所以我那時候其實就是 這本書是很倉促 我記得那一年媒體對抗 他們有一個組織來找我們 那當然這個書沒有很多人知道 因為事實上 我覺得台灣人對很多比較深層 或者是比較複雜的事情 有時候不太想去多了解 那其實很多事情都會接受到政治 包括媒體 為什麼台灣的媒體是這樣 基本上全部是幾乎是政治操作 那可是很多人 你剛剛講什麼問題的時候 他就說我對政治沒有興趣 我不講很政治 那所以到今天台灣的問題才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作為出版人 當然我們可能我們內一代的出版人 我剛剛在樓上也在跟出人講 就是說我們內一代的 可能我們剛開始的那樣的一個走向 就給自己很多使命給他 那有時候覺得好像有點沉重 包括劉克香就被劉克香今天很多人知道 因為他以前是我報社同事 那現在也是我們玉山社重要的作者事 他就跟我說 我可以了 你們已經做很久 做很多了 可以不要再這樣子了 應該要改變一下 那可是事實上台灣現在的問題 應該是越來越麻煩 越來越複雜 那我的語言可能是比較簡單 可是我是講一些我們的食物的一些經典 那我想請問一件事情 因為剛剛說的是 一開始成立的時候是94年 然後自立換老闆 然後有一部分的人停開 然後可是後面說到 成立平山社的時候 是有疑問過的 所以是 不是一堆人一起成立的嗎 還是說只有你們兩個 做得到的成立 這個好像跟你們談的問題 對不對 他也 我說明一下我為什麼 問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 等一下接下來其實我再問這個 但是 我比較認識像 他們現在的一些 比較小的初發社的朋友 然後其實 像年輕的朋友 剛剛我想也有一些朋友 是對書版有興趣的 然後其實有不少人 其實是 一個人 它是一個公司 一個人 或者不同的書 跟不同的人合作 然後我是比較好奇 當時的情況 是比較像這樣 還是比較不像 就是這樣 國民黨的市議員 進來買這個報紙 因為台南幫統一企業的系統 我們一直可以解決 那事實上這個事情還在發生 因為只要你去自立網報登網報 那家公司就一直被查賬 就一直被查賬 所以很多公司 很多人是不完全之間的 除了競選期間 競選期間 很多人就會搶著燈 燈這個報紙 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前一陣子我們出版那個 寫李武哲先生 李遠哲院長參與 第一次政黨委員會的時候 他們成立一個國政部委員會 那李院長也講 他說第一次國政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各界的所謂重要的人士都出來 願意參與 可是答應參與 那時候還是國民黨執政 你們記得 可是一參加一諾聯的時候 他們的公司就開始被查賬 所以到第二次第三次人就越來越少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覺得說 這樣的新老闆 我們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不看 那當時有一批報紙的同事 幾個啦 幾位 然後包括我的作者李曉通先生 我的朋友李明勇先生 那剛剛講李永德先生 提議要離開報紙後成立出版社會 所以那時候主要的和我 是李先跟我一起創意 然後我們是1995年 1995年 所以是延續當年我們在報社想方做的一些事情 了解 謝謝 那其實剛剛講的已經包含到了出版人跟公民 不是出版人做的公民 要包含出版人跟公民 也就是出版人怎麼樣看讀者 你的書出來面對的是怎麼樣的讀者 那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很明確的時候 當時你說出版其實是有比較清楚的理念 理念可能是主要的道理 那不知道翠倫這邊 對你而言 你大概知道嗎 我覺得如果現在就是 或是現在有機會再創意出來 就是因為會怎麼別她 她是下來跟我的父母親就是同樣的年齡 那我覺得是一個 就我們現在的文化出版人 現在這個社會其實現在是 現在做它是一個果實 那我投入在 我投入出版 其實應該不是說這樣 會怎麼可能這樣奮復 就覺得欸我們就 就可能倒單很清楚就覺得 啊我就要做這個 然後前進來 然後人倒了 然後就開始這樣 然後我覺得我有一個實驗的那個夢見 或是犯錯的那個機會 就是我可能沒有一次就下定決 像這個就講起來 沒有一次就下定決 就說我們不然先試試看 我大學的時候念了歷史歷史 然後後來我就到國外 我就去念了一個 跟歷史沒有相關的藝術創作 然後回來的時候 誒又跑去書店工作 反正我就是想做行就是做行 那我可以這麼樣子 然後甚至是 下高位也提到說 像他的女朋友 弟子同學 他們其實是在做服裝的生事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這一代我覺得活得非常的任性 然後我的父母親給我們 就是相當充足的條件 讓我們覺得可以去實驗 然後可以去犯錯 甚至去做一些 就是看起來不是 或就是他們認為更不會賺錢的事情 但他不會一開始就再出來做 然後我出來要求我自己 認真會賺錢啊 或是他不會拿這個來要求我 所以如果也許他那時候拿出來要求我的時候 我就說 對 我就是要幹出版 然後我今天賺錢給你看 但是這樣 可是我完全不需要下這個好運 我就是默默地做 然後就做到影片就說 欸 我真的在做出版 所以其實是一個相對的 好像那個齒命感來得很後面 就是可能你太做了 然後再開始找說 為什麼再回去探究 所以我可以去嘗試 然後我真是去摸索 然後再找出說 我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父親這一代 不論是在我覺得家庭這一方面 或者是說在現在在出版的專業這一方面 都是前輩給我們的這些果實 還有這個整個空間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我們能夠在這個時代 然後我們有好多一個人一個人出來做獨立出版 那絕對不是就是從石頭面弄出來的 然後或是憑空出來的 是其實是有背景的這樣子 那我做第一本書 剛才是跟剛會裡面講說 這次解釋台灣這個就是媒體生態的東西 然後我做的比較詐一點 我的一本書叫做有毒你愛你好 其實這也算是我的誓言 就是大家聽到說明完全不知道在幹什麼 他其實是講說 他在講說美國 他的兩個公民記者 那他們那個公民者從高中的時候就立志 就是要揭發美國所謂媒體的黑暗 所以他高中的時候就開始爆發 他們追蹤什麼 比如說美國牛啊 或者是說像現在食品安全 就是說牛奶裡面有沒有打什麼生長激素啊 一直做到這個作者出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他們兩個都已經就退休了 已經就說欸你可以找我來演講 我現在退休都沒事 所以他們已經在做 就是說我當時也會覺得一個震撼 就是說哇這個作者可以退休 那他當時高中的時候就開始從事 就是他們已經他有這個公民的意識 他會想說公民的社會 就是他們的身份去監督社會 去監督美國的媒體 還有企業跟政府在媒體操控人民 或是操控或是洗腦或是遊說 他們那個政策或是企業等等想法 這些這些手段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對我來講這個是 雖然它是一個即時的報導 但是也是有點像是恐怖小說 所以我的出版就出現了這樣子的一次 就是出版像是 我認為是一種思考的有點像是 技術手冊或是交戰手冊 因為這畢竟是美國的環境 或是美國的條件 那發展民主是比我們 已經就是發展民主 然後他們其實玩得更大 所以當時可能是 比如說幾億美金 那現在的這個規模 也許已經好幾倍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 從一個別的文化裡面 像美國這樣子的文化裡面 這樣子的社會裡面 尋找的一概 這是我在看這個出版人的時候 第一次做這個書 那時候的初衷跟小明星 那後來就做了公民不符合 公民不符合 公民不符合 我忘記點書 公民不符合 那我覺得在我這個生長的生 就是身在非常 我覺得算是安逸舒適 然後可以實驗 然後還沒有22K的這個年代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奢侈 所以我才弄完才出第二本書 那那時候在學校裡面 其實也不太這麼公民 講道德但那就是大德 那我覺得我對於公民的意識 其實也是開竅的非常非常的晚 我大概之前就是 也是從國外念書回來 然後因為在台灣 不覺得 會特別的覺得自己是 有公民這樣子的身份 就是因為我們就是在這邊 吸收這裡 就是曬這裡的太陽 然後吸這裡空氣 所有事情都理所當然 可是因為在國外 曾經是有這樣的樣子的 在開放的國家 其實我覺得外國人就是外國人 在這個東西 它也許包含了很多東西 可能比較低劣的一層 它可能是歧視 然後再來它可能是種族的歧視 它可能是性別的歧視 那這種東西其實不是一言半才有 我們留學當然是去比較先進國 他就想說 欸在先進的國家 這種東西它可能已經被 也許被藏到很後面 或是說人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可能已經去 他們已經消耗過這個東西 但是有些東西是從心裡面出來 比如說它就是討厭 它就是歧視 那這個東西也讓我 紅色到說 就是也會讓我反省說 自己有一個這樣子的公民 也許我在那裡是外國人 或是甚至不是二的公民 也許是三的 或是四的公民 但是這個東西 我覺得也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對照而生出來 那回來台灣之後 我覺得也是更有意識的去 我覺得是定義自己在這個社會裡面 我覺得有一點有意 我覺得那時候我有個想法 就是說就是這個國家 然後這個社會養我這麼大 然後我過了那麼爽的日子 過了非常非常久 那我可以會不會什麼 像我這個年代的人 念書念很晚 都念很久 然後我好像念到很久 不用說 都還在念 反正就是 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就是讓我們這樣子做 然後想念什麼 就去念書 那我覺得在念書的時候 有很多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老師給你就吸收 那你不想要就不要 可是那老師有教我們怎麼給嗎 那這個是我曾經 我沒有受過的 在我的教育裡面 比較沒有去思考過這一塊 甚至是你跟老師的討論 或是這個課房間的老夫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當我在想到說 我真的有一天 我終於有一天出脫離學校了 然後我開始問我自己這個問題 結果我跑來我也想很久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所有人 然後也許是對於剛出社會 或者是一直在 甚至是還沒有出社會的時候的工學 我覺得每去思考這問題說 我可以點什麼 它也許不是一個 非常非常實質的東西 那我今天剛好我的作者 就是我今天新書 我今天上個禮拜 應該是上禮拜 出版了 哲學哲學機單稿 然後我作的就是 出家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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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請示範來看她 不是來看我的 哈哈哈哈 然後這一本書 跟家安的人合作 我覺得我應該 我也是差不多大家一代這樣 我相信好遠 那我的感動 我非常的感動 那天家在那個公共廁所辦了一場 就是在談最近吵得比較熟 大家在討論很多那個辦旅房這樣子 就是關於你贊成這個你贊成這個議題 或是你反對 那你怎麼去思考 你怎麼去架構領域 你怎麼去檢查說你反對或是贊成 到底你這樣子訴求合不合理 當然有很多人說 我今天只來跟你講道理 我就不暫時 但是我們今天超過這個區域 就是結果那天呢 我第一次參加 最初版的家庭的時候 我第一次參加他的活動 然後來的人我就覺得 哇好多 而且大聲都聽得好認真 然後又好年輕 那時候就有個感覺 就是覺得 我覺得在我的作版社 然後有很多很年輕的讀者 然後他們這一代的人 他們更有餘地去表達 然後他們已經不會再認 我這一代是說 像我媽就會覺得 我阿公那一代是說 就是小孩子聽就好了 你不要聊政治 但是我覺得那也是非常非常難理解 比如說他曾經要改名字 比如說改成日本人的姓 然後後來又改回來 好像我不知道他又改了什麼東西 但是他就不喜歡提政治 然後我每次問他說 那你投給阿公 你投給誰 他都會說 當選的那一個 然後我就跟他 所以 真的我還說就是 怎麼會怎麼做 如果剛好都是當選的那一個 他連名字也不講 反正他就說是當選的那一個 那所以一直到我阿公去世之前 我們其實也不談政治 然後我教育的 我教育的這個背景 我們也不談政治 我大 我高中的時候唸美女 然後我的學校有那個樂儀隊 那儀隊在耍那個槍 為什麼高中女生要耍槍 然後我記得我後來去霍蘭念書的時候 我又有一次就放一段那個 女生 高中女生的書 這樣我也不談 然後就後來有同學看 他是以為他會放 我在放那北韓的 北韓的那個 那個國內的時候 我說那個是我的那個高中同學 其實你跟我去看那個 上個禮拜我去看那個 海塑碑的那個女生 女生的網球比賽 結果中場休息那個 你知道板球不是我拉拉隊嗎 他們幾美女都已經開始丟了槍 然後我說哇 就在小巨蛋裡面 然後因為那是網球 迷在做一個那個 還有畫個子 我覺得是非常的荒謬 當然那不是真的假的 如果有人說說 有人提議說 美女應該要把一對飛掉那個人 可能因為很多人很神奇 所以我一直不敢這樣 這些 然後再補充完 剛剛跟大家講的那一段 然後因為家最近在那個 網路上就討論了那個 辦履法的這些東西 其實就他網路流量 網站流量太大 就被那種 就被灌爆了 這樣太多人了 那他那一天就說 那一天的 辦履法那一天 就是那一天的討論要收費 那那一天的費用 就可以拿來升級他的足跡 所以更多人 他的網站就可以承受更多流量 然後更多人就可以 再去討論這個議題 我以前啊 那就是剛做出版的 你說怎麼辦沒有錢 然後家安怎麼做的時候 我想說 我怎麼這麼沒有創意 就是覺得當然沒有錢 就是說剛出社會大家其實沒有錢 可是我覺得就是 像 其實如果我們真的要做什麼時候 我覺得有一些非常有創意的解決方式 所以主機升級了嗎 主機OK 主機OK 所以大家還可以繼續 好好再換包這樣子 好 那我插一個中間聽你講 我比較興趣的一個小問題 就是說 因為剛剛聽起來啊 在餵總部那邊弄一個 那個時候是有一個理念 然後呢在脆弩這邊 你是現實 然後在試的過程 去發現一些東西 某些東西 你內在本來有但是被增強 反正它是一個 並不是你先有這個東西帶著你去做 那我想問的一個比較小的問題是 因為以前的書 下一個書可能還有 就是大家可能買書會發現裡面有一個讀者 讓你寫一些寄回去的東西 我不知道你們能寄 我是從沒有寄 但是呢 就出版社這邊有沒有得到過 來自於讀者的反應 而這個反應跟妳有什麼反應 因為妳是在試 為什麼妳這邊 妳是有一個想要蓋著的東西 是比較逆確的 那我想問她有沒有讀者這邊 有經驗比較有趣的反應 我們早期出書其實都會有夾一張讀者回答客 那就會問讀者一解 譬如說你對這本書 你覺得它報告好 一二三四譬如嗎 有幾個勾選 那你覺得是內容好 還是書名好 還是編排好什麼 或者是你希望我們找什麼人出書 或者什麼樣的主題 那我的印象中 在1995年成立之後 我覺得前十年 尤其是更早的時候 就是剛開始那幾年 其實讀者是熱情的 可能那個時候台灣意識 就慢慢在增加 那我們出版社出的書 譬如說像台灣的一些風土 像台灣的一些歷史人物 像台灣的生態 我們的島 那可能他們都會很注意 然後也給我們一部分 不是都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也發掘我們的讀者群 在那時候大概是中年以上 要不然就是有些類別 大概是大學 或者大學畢業的社會同事比較多 那這幾年我覺得 尤其是最近五年 我覺得讀者越來越冷漠 一直在往下掉 那剛剛翠倫在講 我很羨慕 因為不只我們 我們很多書版界資深的朋友 所謂資深朋友 在這個行業一、二十年 都覺得我們自己的讀者在老怪 可是翠倫他說 所以他滿好多年輕的讀者 年輕的作者 然後可能因為年輕的作者 他們吸引年輕的讀者進來 那我覺得這是滿好的事情 當然我們也在做改變 當然我們很多書的編法 或者寫法也會改變 那不過我們重要的作者 坦白講都是重量級的 也許他們寫的題目 因為譬如說我的出版社裡頭 有一個可能是翠倫的學長 還是學弟 台大歷史系 那我們最近在編一本 民進黨創黨的經過 跟他們到執政中間的事情 然後我就發現他很多名字都錯了 很多東西都沒有弄清楚 那我自己是從頭在看很認真的看裡面 然後我就跟他說 為什麼名字會錯這麼多 他跟我說 因為這些人 這些事情跟這些人在做的事情 都是他還沒出生 所以他覺得他弄不清楚 可是我覺得這只是一個理由 可能不夠有興趣或不夠有感情 那當然也是那個邪法 可能讓他有隔閡 那我們就很辛苦 我們就必須 因為話語三色主板 那一定要一個程度以上 那所以就是不能有錯誤 不能有錯字 那整個的呈現要怎麼樣怎麼樣 都會去想這麼細 那就是這樣 那但是基本上讀者的反應在此 不管是一些比較熱情的那個時期 或者現在比較默默的這個時期 但是如果有反應的話 都是正面的 我想正面的 這個會給你寫迴函或的意見的 應該是比較喜歡你出版社的這個 大部分 不過講不好的批評的應該很少 不過就是我們去年才跟國際書展 我講一個例子 我們去年國際書展出了一套漫畫台灣歷史 然後三本 那那個作者其實是畫得很不錯 可是我們中間有一個古早的台灣歷史 然後一個是講可能是清跟日誌那一段 然後後來是戰後中華民國在台灣 可是很多讀者買第一本買最多的 他們對古早的台灣很有興趣 然後第二本OK還可以 第三本很多讀者就不買 三本一發多 他認為我們的意見可能是不夠中科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台灣的讀者其實 其實在選書那種藍綠 那種色彩還是怎麼寫 那這個只是我們覺得 蠻有意思的一個觀察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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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出第一本書的時候 很多人就是寫E-mail或是Facebook 就鼓勵我 就是加油啊 你在你笑也不錯啊 第一本書變得不錯啊 就是講一些好話 然後 然後 在讀者的回應當中啊 有什麼是跟你出書的過程中 所發現的 不管是比較類似於 這兩個作者的精神啊 或者他們的理念啊 你發現了這些東西 在讀者的反應中 有沒有什麼樣的回應啊 對這個評論 其實讀者比較少來跟我做心得報告 那又比較穩 所以我覺得 你是不是怎樣 那讀者都 比較 比較不貴 可能是 對不曉得為什麼 但是 我覺得有趣的是 會收到一些 呃 投稿 像 有些 我出版了第一本書以後 就有人跟我說 他觀察了台灣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的設計都很爛 然後他希望我可以幫助他揭發這個事 他說他做了很久很久的研究 這個台版好了 然後我有點像 我自己想說 我是真的揭發什麼東西 因為第一本是揭開 配信公關的命名 我想說我一定可以揭發出版社 然後 最近收到一個也是滿有趣的 因為他現在就是有中國的作家 就是中國的人 那他們會翻牆到去上Facebook 或是他會投稿 他就保證這個絕對是真人真事 然後 然後 還有就跟現在什麼 法政府 然後哪裡 中國官商勾結 就是 而且 被買了什麼 電視版就不可能 就 可以小說 商戰的小說 也是街巴類 我一直在那裡 大概是 大概是 所以收到一些有趣的稿子 稿子 好 那 然後 因為你剛剛講這個 我本來就想比較有問題 就是說 所以你們在 像法比俱人會投稿 對不對 那 但是法比俱人並不是有一個 裡面選擇 所以 你選擇的時候 是 憑怎麼選擇 憑個人喜好 好 其實應該是說 其實有一點 剛剛講 好像專業啊 其實喜好有分一些 就是說 像 有一些東西是 像剛剛講的那個 街巴還蠻醜陋的設計 這ID 我有點被他言辭有點嚇到 所以他搞不定有點不敢看 那 像剛剛講的那個商戰小說 他 我覺得就是沒有那麼 那麼吸引的 然後另外一個 有時候我也會想到說 就是 就是台灣的 就是在出版的時候 商業化 比如說 我會想說 欸如果出這個的話 可能讀者是什麼 我就開始先 先在腦筋裡面 先想一遍 可能讀者的人 可能會讀嗎 或是曾經讀過 中文化的讀者的人 會不會想要再 想要讀這個東西 然後 因為中國人 中國人都蠻會說 也蠻會寫的 他就先寄過上半 大概28萬字 所以還要下半 我都請 所以那這五十幾萬 我想說 欸這個我好像沒辦法處理 這太龐大了 那這可能要交由 就是郭英國跟大出版社 來處理如此龐大的 一個文資料這樣子 我剛剛這樣問 是因為 所以事實上 好比說 批凡邪惡 在 預算出的批凡邪惡 在上個月其實已經很多的討論 那當然有一個部分 是包含電影的出 但我覺得有另外一個部分 是這樣的討論 在台灣那個時候的空間 正好有東西可以拿來討論 好比說 是不是 我們的官交體制 有類似於 像那本書裡面講的 在你事後的狀況 那或者像你的共鳴不復仇 在台灣今年也曾經有一段時間引體討論 而這些我覺得是 作為出版人 你們出了一本書的之後 有的 剛剛講的可能是個別的讀者 但是現在這個可能是整個在社會上 已經進入輿論這個空間的那種反應 那 所以我剛剛找一個女人選出的 因為這個 有電影的話 你可能的意思會有些討論 但是這個討論能夠溢出到公共討論的通聲 就溢出到娛樂部媒體上 這個其實你們在選出的時候 是不能夠預測的 對不對 所以我才會問你們怎麼選 那接下來是說 那當你們看到你們的書出來之後 在輿論上被討論的時候 你們的想法是怎樣 先講那個平凡邪惡 其實那天嘉宇到玉山社跟罪文來 我跟他講說其實這個書也是出得很俏 因為東吳有一個黃莫教授 他是在台灣一直很努力在做人權教育的 一位很受尊敬的學者 然後他大概兩三年前就來跟我們提說 台灣很多那種有關人權的經典的書 就是討論人權的經典的書 其實都沒有出版 他覺得很可惜 然後他就列出很多書 但希望我們能夠來做這件事情 那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們出版社 就是討論人權這樣的一個觀念是因此的 所以我們也就去作罵 可是國外的版權其實談得很順利 有些是太久了 因為這些書 有些其實都出版幾十年了 那其中就這一本 因為我們也很好奇 當年的希特勒這些猶太人 最後戰後他們被審判 大概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所以很快的這本經典書 我們大概就最快看到版權那樣子 那翻譯的時候其實這根蠻多的 因為那個我們這本書還請了 輔大一個雷神父 Jocelyn 那雷神父他應該在學界嘛 所以他譬如說這個書名本來是要叫 邪惡的平衡性 他覺得這樣比較符合那個書裡頭討論的邪惡 為什麼邪惡本質並不見得是邪惡 他其實平庸也可以是邪惡 他講了一些他的一些說法那樣子 那這個書我們後來就選擇了平反邪惡這樣的名字 那當然就是黃默老師跟雷神父那邊 其實剛開始也很不容易被我們說服 因為我覺得那個邪惡的平衡性很不像一本書 當然到書店大概就死掉了 因為出版真的很可憐 買一本版權 花了十幾萬請人翻譯 剛剛誰跟我說我這個書字太小 可是我們花了十幾萬的翻譯費 就花了十幾萬 那我們其實沒有打過 可是我覺得對一些觀念的推廣 譬如說台灣這幾年政黨人體以後發生很多事 那也有很多人覺得當年民進黨實證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對國民黨那些作惡的人去做公開審判 或者去討伐或者什麼 對 那個轉型這件事情沒有做 那包括黨慘的追討什麼的 那我們就覺得後來可能我們也是 就是站在一般人的角度去看 基本上我們的色彩我們考驗國民黨 從小像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很快就不習慣國民黨 那可是對民進黨 因為我以前在報社的關係 觀察他們從黨外的時代 我很小小朋友的時代就看到 當年這些大佬在報社進出 然後看到他們變成大了之後 很多東西也讓我們覺得失望 應該可以這樣講 或者痛心也有 那所以我們就回過頭就覺得說 我們的人民需要被教育 因為我們很多東西不懂或者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才會 我們的社會才會有這麼多的問題 大家關心政治 然後也不去了解真相 不去做一些跟深入的這種探討 那這個書出版的時候 我們運氣也蠻好的就是 本來以為完了這個書真的蠻好 那正好這個電影上映 然後這電影公司就 我覺得他們比我們會行銷 他們就主動來找我們 然後找了我們裡頭幾個推薦的學者 去做談會啊 一起去看詩音會啊 那我們就兩邊一起互相幫忙去 可能是在台灣這樣最近的這種氣氛吧 所以就是我們兩邊都去 他去說他的電影 去說我們的書 然後就很奇怪的 就一直有很多討論 那正好台灣這一陣子的那個 公民活動一波又一波 那很多寫評論的或者一些學者 也來談這個問題 那包括我們的行政院長 聽說他是政治學的研究 他的專家 對他的專家 所以就是很多 那反而大家覺得你是他的研究的重要的學者 那為什麼你做的事情是反其他而行 那所以很奇妙的就是 有一天我拿了那個票去光點看電影 看《阿漢和藍的地步》 然後是我在光點看《阿漢和藍的地步》第一次大滿座 連地板台階都坐滿人 然後碰到財崇林教授 一大堆學者也正好在那裡長看 那我是覺得說 欸為什麼 到底是 是因為這個電影吸引人還是說這個話題 那我看了這個電影出來以後 很多人問我說你有什麼感想 那當然就是他在審判 然後他作為一個學者 他用勇氣去對抗這麼大的 反對的這種聲音跟施力 包括他的朋友都跟他舉個例 那可是我自己是比較純粹的女性的角度去看他 那所以這本書我覺得 我那天駕馭一下 我說也是很奇妙 就是有點誤打誤撞 那可是這書其實很難讀啦 我讀了幾個章節 讀得很辛苦 可能要慢慢慢慢的去消化 那我覺得我很同意有一些 從中國或國外來的學者 他說台灣人比較不習慣去看很深的東西 或者去討論比較深刻的一些議題 那包括我自己也是啦 我會去思考一些事情 可是沒有辦法 剛剛誰在講說 要有那種傳述跟討論 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可以經歷像這樣的活動 然後大家一起 握槍 對 我覺得電影真的超好看 可是跟家瑜還都一定一起去看 然後剛好跟社長一樣 可能因為都剛好是女生 所以我覺得 然後因為導演也是女性 所以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覺得是非常 也是非常感動的這樣 那當然推薦還沒有看 覺得書很難得非買 然後電影還是真的很好看 其實有不太一樣的 我覺得有一些不一樣的詮釋 那剛剛社長講到說 出這個書是霧打烏龍 我就問到每一個書是霧打烏龍 因為沒有辦法預測說 也許會有個感覺 或是有可能是所謂 就是比如說社長做很久 然後會有一個專業 或是在閱讀上的 那個那樣子的直覺說 誒讀這個 現在對這個會有興趣 但是像在做公民部不同的時候 然後還有在做公民部人寫 在這兩本書的時候 就是超級無打烏龍 因為一個是當時公民部服從 是去年就是大家也沒有在討論這個 這個概念 那公民部人寫是已經書 就是延後的 但是一直到七月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有發生 就是我們跟非兵在海上的一些事件 然後還有後來紅松秋的事件 就是慢慢慢慢的 其實我們都剛好社會有個風向 在關注更多公民的議題 然後我覺得是這樣就是說 像我這樣子一個小的出版社 像我覺得會有 就是出版社每個出版社各個特色 然後也會有不同的實力 比如說像我說我這樣子的出版社 來做台灣史或是漫畫 這就是完全不可能 而且是非常吃力的 那我從一個我的角度會是說 像我做的好像是一個 我覺得也許是一個輔助 或者是說大家可以從中間找到一些 我覺得思考的方式 然後或是思考方向的靈感 我最近出了 我中間因為都出了一些公民公民的東西 然後甚至是有一本是我是做 因為我之前念藝術嘛 然後我一直很想做藝術書 然後有一本在講藝術家 用地圖然後來表達他們對這個 他們所認識這個世界 其實裡面除了有一些心靈之外 其實很多都是政治 因為地圖就是政治 地圖會這樣畫 有原因的就是 那我們也可以畫自己的地圖 所以那一本算是 就是百轉地圖算是一個嘗試 我也希望說可以表達說 其實當我們在思考政治 或是我們在思考我們的公民身分的時候 它不一定是文字的表達 它可能是 比如說它可能是創作 它可能是一首歌 那它可能是在各行各業裡面 就是像我是做 我喜歡出版 或是我在做出版 那可能用出版的方式去表達 那我覺得 也許在 比如說是水移工 或是賣畫面 都有 我覺得有各自對這個社會 關懷或是表達的那個方式 但是 就像索羅在講的 我覺得 就是那個工作 對於我們的意義 它必須是我們要自己去發掘 因為那個價值 沒有辦法由別人來告訴你 那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相當相當的內心 但是也是提醒我們的 所以 這是我在讀索羅的公民不服從裡面 得到的這個靈感 它雖然是在講公民不服從 好像很政治 但是它又同時 我覺得它也是非常個人的 當我們找到就是在自己在這個社會裡面 我們真的很想做的事 它其實就開口就講 有點像老子的那個概念 它說 政府什麼都不管最好 那為什麼政府什麼都不管最好 因為政府最好是 所有的機制 就是就像是我們人體的機能一樣 就是自然的呼吸 所以當我們去做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根本不會去管道說 今天 那我今天呼吸不順或是 所以它把政府 領域成這種狀態 那讓我 所以人民可以不需要說 去做 比如說 站上街頭去反抗 或是去指責政府的武士 而是說人民 如果政府做好他們的本分 人民就可以做 好好做自己 想做 或是想做的事情 那但是現在的狀況並不是這樣 所以 所以說梭羅才有功能 不服從這個想法去 想法來提出 那他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 他也是從他的生活裡面 去思考 然後 他才得出這個 他 我認為他 如果是贊助來不服從的話 那也是基於他 對生活的這個需求 所以 我覺得在做 像出版 我剛說 我做了幾本書 可以當作好像是一個 我覺得 給大家一些思考的靈感 然後可能是一個點 他也許不是很全面 或是來整理條線 但是 我覺得出版好 好有趣的地方 就是可以 就是台灣有 每年有 萬種 四萬多種的出版新書 意思就是 我們讀的書 那是曲子歌 就是我們知道的書 或是我們去逛書店 在檯面上看到出 真的是 真的是四萬多種的 可能幾分之幾而已 一點點 那 出版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那個百花齊放的那種 然後 然後 無論 我的興趣在 什麼孤僻 然後 都可以 都可以找到一些東西來閱讀 而且是可以深入深入的閱讀 那 像 小的出版社在做的東西 就很像是 裡面的 也許是繁星 然後 裡面的點 這樣子 好 我在開放給大家問問題之前 再問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 我有準備這一場 就是 活動 稍微看了下去 然後呢 我在看 預想社的人民的力量的時候 我看到前面有一個段落 在講 伊蘭 因為他本來在講 那個時候 伊蘭曾經發生過的一場 有很多公民投入的 一場選舉 那 但是在講這個故事之前 花了一段 一個章節 一章 在講 伊蘭的民主制的發展過程 然後 那是我們要學的東西 就是呢 在 曾經有一段時期 那個時候 當然還在戒嚴 也還沒有民進黨 然後那個時候 他們是 一個人 接著一個人 可能一代接著一代 會有人出來 投身在 選舉裡面 會有公平來 投入來參與 會幫助他 支持他 等等 然後呢 就會落選 落選呢 當然就是說 我們是光榮落選 那 這個 當然一方面 它唤起我 對於作為讀者的 一個回憶 這個時候 有機會再說 但是呢 一方面又 讓我想到 在今年的夏天 在 在 我都忘了八月幾號 反正就是 十幾二十萬人 在 中午前面那個時候 然後呢 蛤 七號 八月七號 然後呢 就很多人在那裡 大家聚集啊 或者萬人送中秋啊 然後 最後 主持人 就做了一場演講 他演講 最後他有講一個口號 就是說 我們人人都是英雄 人人都是公平英雄 然後就 這跟那個 光榮落選 感覺好像 那 那 為什麼要提這個呢 就是說 我覺得在這裡可以看到 一個東西是 就是 因為出版 有些故事被記下來 有些事情被記下來 那 可能有人看到 他可以 對於當前發生的事情 有不一樣的理解 那 而 現在 所以最後 你在開放剛剛 問問題之前 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問的是 你們 在 除了選擇出版外國的 除此外 你們也除了外國 但是 不能消失台灣 那 預算是 當然 都有 但是在對於台灣 在發生什麼事情 的記錄方面 你們 以出版作為的方式 有什麼樣的想法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書 會比較 然後 一種是 從 世界 所以 我們 譬如說 有出《物色世界》 相關的書 就好幾本 那 我那個作者是 一個 年間研究者 叫做 鄧湘雅 他在埔里 當 1910 那因為他在埔里 所以他跟很多 埔里附近的原住民 就很多 活動 然後就鑽到這個 研究裡面 那 我記得他 辦新書發表會的時候 我嚇一跳 除了李遠哲 院長到 他中典院的一大堆 那個學者 都來 那我其實覺得蠻神奇的 就是說 因為我們通常發表會 一個是有發帖子 一個是作者自己要 或者是看到訊息來的 那我覺得一個民間的一個學者 可以被學院裡頭的人 這麼敬重 然後願意來參加他的法表會 就很可能 那是講一個例子 那像這個 剛剛講的 人民的力量 這是黃黃雄先生 他寫的 因為 他認為宜蘭 能夠這樣子 有一種民主傳承 民主運動的這種精神 他覺得很重要 那怎麼發生的 他 把他參與 或者是 其他有參與的人的一些印象 記錄下來 那我們都知道 那個宜蘭是 台灣可能是 出現最多 參與民主運動 打拼的這樣的一個聖地 那有陳定蘭先生 那有 還有誰 陳曲 他 劉習慣 劉習慣 沒有現在的編號 因為我今下 我可能看到太多政治的 那個 名字太多了 一下想起來 那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我們也 我們也跟 譬如說陳文哲理基金會 全數一起合作出 陳文哲理世界 或者講 台灣民主之路 這樣的一個發展的書 那都是點點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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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谈政治 为什么不谈政治 不敢谈政治 大家也去看看于善这个书 因为那一辈白色恐怖 经历过那个228白色恐怖 那几乎比较优秀的人 都不是配上去配官 或者施作或什么 所以其他留下来的很多人 其实就是不敢讲 或者不敢碰 或者希望他自己的小孩 都不要去竞选 不要去从政 然后最好是做医生跟律师 尤其是做医生 可是我们这一辈 就是正好是在过来的这一代 我们就觉得台湾人 那我叫你拍一眼 台湾人那时候喊最多的 就是台湾人要出头天 那我们再好是在那个阶段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 怎么样找回我们自己的自尊 找回我们自己的自信 会被人家踩到快不见了 快没有了 所以就这样走过来 那当然就是说慢慢的 整个环境真的是不一样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理所当然可以选举啊 可以出国念书 像翠伦讲的 即使爸爸妈妈不同意 还是用了一堆钱 让我们去念书 因为我自己的小孩也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我想其实翠伦讲的 他说他没有什么特别想的 不过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办 我们一个写原住民的蔡正良 他写独栏的事情 那他就出现了 我第一次在他碰面 其实他是会关心台湾 会关心一些台湾的原住民 或者少数的一些人的事情 他们的权益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出版人 有时候就是不自觉的 其实是会跑出一些里面 他觉得自己该做什么事情 那输在那边那个判断 可能就是平民 觉得他值不值得 花时间去做 或者花很多钱去做 谢谢 现在在刚好手里拿一本 这个是玉山社的花东主梦人 花花里面有17个坚持有空的故事 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 我就想到 就是有点像现在在 我是做一个人的出版 然后刚刚走来路上 我就觉得好像小宫 就是做很像小宫的概念 然后就是自己自残自消 有点静静通路 但是就自残自消 然后可以享受出版里面的 几乎是每一个环节 或是像是从我们开始谈版权啊 然后一开始他是选书嘛 谈版权 然后编辑啊 翻译啊 然后最后我最讨厌结帐 就是赚钱 但是就是慢慢的练习 就是享受很多我很喜欢的时刻 然后甚至是比如说做书丛啊 设计啊 拍摆啊 我都觉得超喜欢 然后想办法说 怎么样把我觉得这么棒的内容 跟读者沟通想出来 然后这个过程都我非常的享受 然后里面呢也有跟不同的 也是做一个人为工作单位的朋友一起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做一本书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 是其实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环节 然后跟就是跟不同的创意 那所以我就是出版小萌 那对 我刚刚说你说 我对你记录台湾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你有想法或选择是什么 所以我刚刚你说小萌的意思就是 有点像是那个图或是那个梦想 他也许没有那么大就是我就是自愿的事上在想 但是像可以出到家里 我是觉得很高兴 就是说还有像之前出到 婉老师他们的公民营资金 那个进入资料库 他们是我先讲介绍一下刚刚那个婉老师 婉中祥老师的那一本书 他们是一个他们也是公民 他们是公民 他们从国客会拿一笔经费 然后买了一些机器 然后一些剪接的东西 然后就开始一共有两名全职的公民记者 就开始架子摄影机 只要哪里有那个公民运动 那他就记者一定到场 他常常到场就只有他们 因为公民运动没有爆点 然后他上面有一次在做简报的时候就说 现在那个做公民运动都要 有一次山台还有很多就是大家都有来报 因为他们做了一个马英九的面具 然后搞了什么上吊的行动局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一次他们完全 就是主流媒体完全没有报导诉求 就是那一次公民行动诉求 只说说你知道那个上吊是怎么弄的吗 然后他就去就是说他们的安全扣板是怎么设计的 然后大家就是整个简报 还是不知道说这次公民行动诉求是什么 那是山台的就是山台 或是还有很多就是家有限电视台在做的事情 但是他们就会去 他们在那边有人在演上吊 旁边的那些公民在哭啊 那他们就 这是他们公民运动来做的事 他就去听采访他们 所以他们有时候一直的新闻都会有点长 七分钟八分钟 那甚至之前在那个华光社区的那个时候 我就说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新闻画面 我非常非常的震惊 因为他的新闻画面是一直闪一直闪 不是闪光灯 不是美光灯 那种星光大浪的美光灯 他们闪的是那个警车的 警车那个灯一直闪 然后记者就一直在问说 那时候好像是廖家牛肉面还是什么 就记者一直在拍那牛肉面传递的画面 然后还有同学同学跟警察在这边推及 一般主流的是拍除牛肉面 接下来要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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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推进去推得好发生 然后你就有看到他们公民镜子在拍照 就是在记录的时候就有警察一直在守着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画面让我觉得非常的 我虽然没有在现场 但是印象非常深的 那个是我们所顾虑的台湾 所以有机会帮他们做这样子 他们自己也在在记录公民行动的时候 他们的一些他们几乎没有错过几场 一年台湾超过三百 就几乎每天都有三百多场 那他们每一场都到 然后把这些都上存上去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部分 那像佳安的书我觉得可贵的地方就是 很多谈哲学的东西 对我来讲都非常的深意 那会觉得说没有办法跟现实的 我们现在生活有这样子的有个关联 就是但是以一个我们现在社会里面的例子 去谈这些哲学的家去思考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他给我们的阅读四集是更直接的 因为那些例子 无论是你赞成盖和电厂或是反对 或者是我们在讨论诸多议题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而且这些都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 那我没有画什么图说记录了台湾这一块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做出版的这一方面 然后可以跟台湾的社会一起埋动 然后一起关心台湾现在在发生的事情 那我觉得也许我出版社也可以慢慢走出 一个非常明确的危机 那就等到我在老远 就我在成熟 这次晚上在成熟一点的时候 也许就有一个清楚的危机 或是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 我刚才想回应是 暂了很多时间都过来 所以我把时间带到给大家 那也没有问题 不管是作为读者 或者是也有出版界的同业 也有障碍对出版有兴趣的朋友 那所以我们依照观念都是一次 收集三个问题 所以就看有兴趣 好 一位 好 那你先好请按一下 还没来 我就跟下一讲 这个问题我一定要问 好 嗯 那两个出版社会是第三次来的 嗨歌大家声音 先问我的好了 还是先问我的 两个出版社其实跟我的价值都非常接近 第三次其实因为我也待四字头的 非常有感性 那至于红色红色和画 其实这几年来 这几年来我买了碳很多水 虽然都没有使这个碳 OK 那其实我对这两个出版社 我有个理由 我有理由 但我想请教两位走远起 是不是也跟我同样有什么理由 面对这样的理由 到底是不是一个 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危险 那么我先讲这个工作舞 那我刚才说我在电脑行业 我做了大概二十几年 那么在我那时候年纪的时候 电脑的出版社非常的发达 那时候非常的发达 甚至我们从这电脑都可以写书 或者帮他欢迎 那时候的电脑出版社相当多 但是这几年来 其实我发现我的同事 都在看简体版的电脑书 简体版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会看这个简体版的电脑书 他说便宜五则而已 就是以前我那时候一本书可能五百块 那现在可能两百五十块以下 就摆到了便宜 那这些年纪的国家们 都在看简体的电脑书 那所以我对红作有一个理由 因为幻义书 幻义书 所以说有没有这样的威胁 有没有这样的威胁 就是说中国那边 它在这边有幻义书 而且用架子来打掉 蛮打掉的 那是不是对我们的出版社 产生一种很大的威胁 这个是不想要有种威胁 你没有跟我这样的理由 那如果有这样的理由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 来去做一个因应 或者是对这种应该有什么样的抗议 因为我的服貌就在这个时候 那再来 义三色呢 我也相当大的理由 刚好最近 炎红彼得的沙虎的事件 让我更有理由 义三色也就是恩主的书 假如这个通路被他控制了 是他在决定出什么书 买什么书 那怎么办呢 我的感情变成马上没有了 那么多人的感情 我不可能马上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我的概念的理由 我想请教各位 两位总编 对这样子 是不是有这样的理由 是不是在我们的出版界 出版业有什么样的一个方针 要去对应 好 谢谢 老大老师 要不要先收集几个人 那现在还有其他有 下一个问题想要 跟两位总编辑的 可以吗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 我会总编辑 就是 台湾的出版界的黄金年代 大概是 在李登辉总统资争的那个时候 是大爆发 然后到后来 可能到陈总统的时候 两千年之后 大概 很多的 不只是 这样讲 我听过好几个 在做台湾本土文化生根的一些学者 像是庄永明 中藏者 他们有讲过 他们有一个感觉 他们的书 从李登辉年代之后 越来越难卖 然后 然后 关注的 那个 人士 越来越是特定的人 他有感觉好像 可能跟您刚刚提到 你觉得你的读者在大文化 有这个问题 那 有一些学者有这个感觉 那我想请问的是说 如果 这个时间脉络 您也 大概认同 像我刚才讲的 兩千年之后 可能 跟哪一党 执政会也很大 有关系 因为从这种直升到我们 其实 关注台湾本土的书是 明显越来越难卖 那你觉得 为什么 那这个趋势是 呃 你的观察是 是 为什么会有种整的情况 然后 你想到的因应方式 或是你们现在的出版策略 有什么样的 嗯 这样讲 你怎么去突破这个困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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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导人 在我所理解里面 呃 出版品 呃 就是一个 吸老的工具 呃 吸老的工具 那我现在是 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呃 呃 这个这个 如果说你现在 一直在认述这个 公民这两国 如果這個意向的話,我提出一個概念,可以不可以幫忙思考 我所謂的功名,我認識的這兩個漢字 就是,為我統治,群化裡面的庶民也 因為,被我統治,群化的庶民,這個才叫做公民 為什麼我會參與這個出賣台灣的委員會 就是我想說,我有看到的 不是因為台灣人就好,就要說,我是台灣人民 我常常說,民自我所有的民者,有四種民 叫做,事完工商 一個是,有知識的,有勞動力的,有錢財的 都是被我統治下的民 那如果說我們在這個世代裡面,還在一直教導 提供這樣的意向,讓台灣的不自己做人 而要去做人家的民,然後再來,要爭取什麼 如果說我們的出賣品還要再這樣繼續 替統治者來洗這些台灣人的話 跟腦袋的話,我就是比較擔心的啦 那我為什麼想說,如果一個出賣品 如果要讓新的台灣世代的人 能夠不要再當你這件事情 出來藉著我們都在這方面做思考一些 這樣子,剛剛這位先生講的說法 當然可以參考啦 那可是,嘉宇你有沒有什麼可以說明的? 譬如說公民,還有那個公民社會,公民力量 公民這兩個字,是像這位先生說的嗎? 還是你們有什麼樣的其他的看法? 基本上,我覺得剛剛我已經講了很多啦 但是,你講的光最基本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今天請來兩位出賣品 兩個出賣者其實都不是政府的出賣者 那你對於民的理解在從漢字的原始 你覺得漢字原本是怎麼講 那當然你是可以用這個方式去理解一下 但是我們現在用的漢字 也不是以前的脈絡現在用的漢字 很多我們現在使用的中文 那很多字都是新創的 例如說出版的一個字 你可能要查一下,什麼都要出版的一個字 所以我們一般現在在講公民 其實也不是被統治者出賣 事實上正是,它是我們全部在一起 我們共同為對這個地方擁有我們的權利 跟願意為這個地方負責任 而會一起行動了這樣一幫人的轟鳴 至少這是我的理解 所以並不是什麼被詢化的人 我所知道的西方是自衛細體的 那日本人在翻譯這個詞的時候 把它翻作式理 那我的概念我所能夠理解的是 這個日本它沿用英國軍主力限制 所以說基本上它是站在一個 它在看待被它統治的人 所以說它翻這個新型人的時候 日本人先把它翻成市民 那這個字在使用的時候 我就說我很佩服日本天華的智慧 它去利用這個漢字的能力 來控制這些它要控制的人 這是我做一個補充 所以在我希望的,如果說希望的新細粉 是不是真的指被統治者這件事情 那我也是在思考 但是當被翻成漢字來用的時候 所以說這個文字的力量 為什麼土時候拿筆的人能夠殺人 現在的出版社的拿筆的人 到底殺了幾個統治者 我很歡迎 我可以補充一下好不好 我自己問一下 那個這位先生講的 文藝基本上是沒有錯 但是我們剛剛講的事情 應該是講官民社會是civil society 不要把它講成是自言的問題 那官民社會是跟什麼對比 是跟國家機器對比的 那雖然我們像講Soro的那個 它不抵抗主義 它事實上它是 它的最終精神 到最後是沒有政 那也跟馬克思講的一樣 你要知道人類 從有歷史以來 本來是先有社會 才有政治 比如說階級出來又沒有政治 所以這位先生講的可能是一個理想 到最後 人民不應該有一個政治評價出場 那在台灣這個問題非常非常的嚴重 因為什麼 國民黨政權是外來的一個國家機器 代進 那最近這幾十年可能有所謂的 本土化 但是民進黨本身是應該 那執政法人應該開始所謂的轉型正義 把這些 就是說 反對過來 但是 並沒有達到 因爲什麼 因爲國民黨的文化霸權 還是 你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所知道的 還是 贏過很多 如果在出版界應該就知道 光從出版品 光從在網路上來討論 比如說 你們出版 會 這邊出版很陸離的媒體對抗 抗議 那是從網路開始的 那 我是三年代 三字體 所以 可能更早 所以我是覺得 並沒有衝突 但是不要再講字眼上來講 我們應該先從 這個Sever Society Sever Society 唯一能夠對抗國家機器 除了你說政黨裡面去平衡 還有很多自衡的力量之外 就是要靠Sever Society的一些力量 那台灣現在有一個公民的力量 但是現在才是剛開始的 那這些公民的力量 怎麼後來能夠 轉型到位 變成政黨的政見 這個是最大的一步 因爲像 你看美國那個歷史就好 不要講歐洲 歐洲的更明顯 美國的歷史 就是幾十年來他們所有的 這麼小 低低低的那個 小的那個 所有的社會運動 公民運動 到最後一定要化為 那個政見 但是現在民進黨跟國民黨的政見 幾乎我看來都是右派 就是沒有什麼插隊 那所以我們希望的是 能夠有一個新的政黨 或者這些公民力量能夠整合 成為一個新的政黨 這是什麼事 我為什麼要 我為什麼要 因為我自己也是這幾年 對公民這兩個字 或者公民社會 公民力量 我也一直在找機會 去補充補充我的知識 要去弄清楚到底這些字代表的是 什麼樣的意思 那我自己 以前是對政黨其實蠻期待的 尤其是在野黨 然後曾經對民進黨非常 怎麼講 就是也很支持 出錢出錢 然後跟著康明想的時代 跟著他們到處跑政見 去幫忙發傳單也有過 或者到處去聽政見 可是我今年洪仲秋的那件事情 我從台大音樂站出來的時候 看到非常多穿白色T恤的年輕人 真的滿山滿谷的那種感覺 我其實是掉眼味 因為從我開始參與所謂的黨外時代 台湾的民進黨他們在選舉的時候 出現的當然就是中年人 大大大的 後來就是變成年輕人大的 年輕人真的很少 我們很著急 就覺得為什麼台灣的年輕人 這麼冷漠 這麼不出來 所以那天我其實 從那個捷運站出來 然後走到總統府 根本就擠不進去 我一邊擠一邊眼 那天真的要噴出來了 那我覺得真的 我最近跟周婉堯老師 台大歷史系周婉堯老師 在編一本書 是要給少年看 你青少年看的台灣歷史 因為他很著急 他覺得我們青少年 不能不了解台灣歷史 那他一直跟我講一件事情 每次在談書 談到最後都在聊天 他跟我說 我們一定要去鼓勵我們的年輕人 他們其實有些事情做得還不夠好 做得還不夠有經驗 我們都不要批評 我們要鼓勵 我們要給他們鼓掌 我們要給他們掌聲 真的 真的我今天來這邊看到這麼多年輕的朋友 真的很高興 聽說責務這邊拒絕很多優秀的年輕人 那我不曉得剛剛的題目我其實已經放棄了 有幾個啦 第一個是關於這兩個出版社 目前 很開心 感覺很困境要面對 好比說簡體書 簡體書 它的價格的壓力 還有另一個是有關於 因為現在外在環境的情勢的變化 所以 將來的投入的選擇 是不是會對出版社的選擇造成壓力 是不是第一 等一下 你再講我們不用忘記 那先講 好 好 價格 我 我出的書其實在 都進不了中國 就是 就是 像之前 在 像 香港 香港還沒有問題 然後 廣州 那邊 就很困了 其實只是 有如你愛你好的羊 只是告訴你 美國的民主 就是那些公關公司有多麼的黑啊 然後怎麼樣操操洗腦人民的意識 就是這部戲 然後是被 就是 那時候已經進去了 然後就被請下來 那時候要被下降 那個 有如你愛你好的書 其實也是照字的 幾乎是嘛 你可以不是刻意想的嗎 我不確定他們的審查標準是什麼 因為反正你的書 就被怎麼加上反響 然後 像公民不服從 公民不服從 公民不服從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 一個政治學說在研究 所以 如果像 我也可以買到 就是 簡體從我買的 公民不服從 可是我的就行 公民不服從 我的是 那我 那我 我不知道 為什麼是因為 我不曉得 但是因為 我沒有那麼 我可能反應沒有那麼快 也許是因為 上面有王丹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我告訴你 是在書腰上 就是在 因為你書腰可以拿掉 就書腰上 可是書腰拿掉 怎麼美啊 反正就是 可能是因為王丹吧 剩下人王小弟導演 嗯還好 表魯門他們不認識 所以 我在想說 是不是王丹 有可能不行 那 反正 就 就不行 這樣子 然後 但反倒是在 香港 或者是 馬來西亞 新加坡的地方 也是可以買到 就是 也是可以買到 很多的書 這樣子 那 所謂價格的 價格的樣子 如果是都是翻譯書的話 其實 我覺得 台灣出版的東西 翻譯的品質 是還蠻好的 如果是 一樣 一樣的作品 那 我覺得在 閱讀的書是 我在講的 我在找理由 反正我覺得他們 就做假包 一樣的書的話 我覺得好不理由 那 當然會有 像這次那個 諾貝爾文學獎 諾諾爾的作品 就 差不多就沒有啊 那你就會想說 比如說 大家可能因為商業的 商業考量 然後就沒有出到 就是 就 就 絕馬來就不再翻了 那這個就蠻可惜 反正中國在這方面 他們的書就 比我不起這樣 那我也有 有些書他們 像 我說反而轉定 中國那邊就會 非常感興趣 但是他們有要求裡面 艾薇薇要拿掉 所以其實千奇 就千奇 他們的要求也 其實也一年都不奇怪 反正只要有 談到中國的就拿掉 就可以了 那我要講一個就是這一次 就是在 因為中國如果真的下訂單的話 他其實也是下的 本數真的非常多 我覺得就一個出版社經理 比如說台灣的市場比較小 那他一次可以下個幾百個 就是 我就可以過一個月 那 可是我要把 書要拿掉 我還快拿就算了 然後我把艾薇拆下來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 某一個程度上 其實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自我的言論審查 那當然是說 那個東西是賣到中國去的 但是 也許 我覺得 這個是 就是說 見為之主 就是說在出版業可能是這樣 那我相信在其他很多的行業裡面 如果可能有一絲絲冒斷到中國的可能 那 大家或會就覺得 那不然那個先不要放 或者是 那個先不要做 那 這一次我在做完老師這本 這個公平不能寫的時候 五月天堂阿星有推薦 那 我們那時候問 因為這本沒有談到中國 全部都台灣 我們就比較不會擔心到 維持到他的中 那個演藝事業 大概裡面 也是 我們在講那個 HTC的手機 就是他們之間黑心的那個 科技協案公司的中國 然後科學園區的 科學園區 農業用地 這些問題 所以 其實是有講HTC 阿星說OK 就是 或者 他可以推薦 然後就算裡面有在罵HTC 還是OK 然後 那我們就想說 如果罵中國OK嗎 那這個應該就不OK 但是剛好沒有這個狀況去做對比 但是 我覺得我們在很多時候 如果 我真的狗急跳牆 我是真的去把死灰都卡掉 那我也不要 這個也不要 那個也不要 然後 可是我就可以活下 那這當然是一個極端的這個狀況 但是 我在講活下來這個東西 我又把它卡通的很高 其實在 現在做 我現在沒有辦法銷售到中國 沒有辦法銷售到中國的狀態 但是 當然是 以我出版社的規模 還是可以勝出 但是我相信 就是在很多方面 其實是有這樣子 更巨大的威脅或是理由 所以當時那個 文化圓年 就是 在討論那個 符貌跟 嗯 就是符貌對於出版業的那個衝擊的時候 其實我們講當的一個就是 我們當時 我們會不會自己 就已經自己在做 言論審查 那 出版這樣子的自由 我們持得來之不易 我們試試 一點點 一點點 然後 就會 漸漸的 把這個自由 就慢慢的放棄掉 但是 重點是在不知不覺中 所以那是可怕的事情 謝謝 剛剛好像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價格 一個是通路 一個是通路 那 我覺得這個價格不只是現在 應該也存在蠻久的 我前幾天問我以前一個同事 他現在在發行公司 尤其是跟中國來往很多 他跟我講說 其實解體字書的巔峰期 已經下來了 那個 你們 他舉例子 我沒有實際去看 他說你去成品 心意念看 他本來有一個解體字書區 最近都說 說得越來越小了 那 台大內邊有幾家 以前也是 聲音好到不行 現在也好像也還好 那 剛剛這位先生說的可能是專業書 比如說電腦 那我一個弟弟在台中大學教書 他是教 他是念生藥醫學 他說的確這幾年 台灣很多出染色 不出自己本土的這一類的書 都是從中國直接賣解體字書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不過那個部分是比較是專業書的部分 我其實了解不太多 那像我們的話 的確啦 這幾年我想台灣的圖書四早往下掉 簡體字書分掉一部分市場 尤其是人文類或者是專業的書 應該是有 那 可是這個沒辦法 因為它就是 你的一半的價錢或三分錢 那 我們的出版品就會跟它區隔 因為它的內容和類型 都能不一樣 所以我們還是有我們的可能性 那另外一個剛剛翠倫講說 到中國去賣書 其實這幾年他們所謂的台灣書的書展 每次那個聯金他們在主代 都會給我們一堆就是什麼什麼書不要去 那我們就好嘛 就不要去嘛 那選一些可能跟政治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不去 人家不知道台灣有一三次二 不知道我們有出這麼好的書 還是要去啊 可是你去了以後 它又被你拉下來一大堆 所以基本上到最後是所剩的一切 不過上次的福茂開工廳會 那我是代表那種不把中國市場當市場 那個代表去講我的意見 那我是覺得台灣人 像玉山社這樣規模的出版社 我們員工大概都只有八個十個以內 那不求大 因為求大你必須被商業的考量拉著走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不想做大 可是我們要出我們要出的書 所以假如說我們連這樣一本書 有時候印一千本 有時候印兩千本 多的印到四千本 就打平了 我們這樣的出版社還不能 整自己也沒有都還不能生存的話 那真的是太可悲了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應該還不至於啦 不過每次到外面人家都跟我說 欸你們出版社還可以生存下來是奇蹟 那我真的很感謝我們的讀者 雖然我有些讀者是誰都知道 可是大多數我是不知道 不過我真的是 我每次在簽那個出書單 我都要跟出書單說謝謝 謝謝有這些讀者也願意看我們的書 那還有還有 剛剛如果另外一聲聲的問題是 你是不是正確認認識的話 是說 注意到說大約二零年之後 本土的書 市場越來越小 可能不知道的話也會不會 不知道就是 你什麼理念的 對這個事情其他的理解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有什麼因應的做法 我的理解沒錯嗎 我在想那個檢炎前後 那時候我還在報社工作 那時候我報社又成立了一個智利早報 那智利早報就把智利報系整個拉廣 因為每個月都虧很多錢 可是那時候的我想要虧很多錢 不是這個報紙不好 我們剛剛講的 國民黨你只要在智利的訪告他就去查帳 所以很多大廠商不敢來登陪 這種事情其實到現在還是存在的 只是大家不一定知道 那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解嚴前後 那到解嚴那一段時間 到李前總統 李前總統 那個1996直學 我覺得那個時候是台灣意識的一個高點 就是一個最高點 那從1996到陳水扁 2000 那個時候應該都算比較好的狀況 因為大家突然對台灣的很多事情 非常的注意 非常的關心 那也很願意去找各種書刊來看 跟板外時光不一樣 板外時光都是去搶著看偷偷的看 那時候是公開的看 所以那時候我記得我 我在智利負責出版部的時候 很多學者來出書 剛開始他自己都沒自信 我記得剛開始我負責出版部的時候 一個紅梅人先生他是研究台語 他說來出一本台灣領書雨點 那種書很冷門 一共硬口罢伏 喝了每一條的禮拜 結果那個書賣了好幾千本 那時候只要跟台灣有關的書 其實也不需要太多寡 最少就是幾千本 板外面三色剛成立 1995年成立 我記得第一批 出了黃明明教授跟黃昭堂教授 那個台灣在投資法上的地位 那本書的日文版 是日本東京大學出版的 那我們是出半文版 那個書其實是很學術的 可是我們把它做得比較有親和力 我記得好像也一年削了幾千本 然後那時候出了柳克鄉的台灣舊物踏場 很奇怪 那個書我們也覺得不是太熱門 可是一個月四千本跑光光 而且定價是非常高 580萬 在1995年 所以我是覺得那時候的熱情 一種氣氛 就是大家好像很飢渴好了 就是真的是 只要有台灣的 台灣的事情 都很注意 都很願意去支持 都很願意去願意 那2000年 陳總統當選之後 我覺得剛開始 因為其實文件會或是教育部 他們也很關心這個部分 可是他們努力了一陣子 其實效果並不是太明顯 因為後來我有認識一些朋友 他們進入工部門 那他們的結論就是說 頭腦罐人 可是手腳不聽手罐 所以 雖然上面的決策要怎麼做 可是底下的人 他的手跟腳不聽你的 對不對 他表面上說好 可是他做的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其實他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那種熱度熱情 就慢慢一直消減一直消減 那當然到2008年 年金黨又把政權 被國民黨拿回去之後 那個所謂的台灣派 大概就是 那整個的那個士氣是非常低落的 那好像很多東西就不想碰 不想看不想聽 那所以 現在好像慢慢又起來一點 那會為一些年輕人 用可能寫錯的方式 假如比較不一樣 比如說 我們最近出了兩本書 講的例子 那個兩本有關台南 有一本是有關台南的書 散步在台南 在台南散步旅行 這兩個年輕的女生 三十幾歲 他們花了兩年去寫 就是去寫真 去畫出來 一些景點跟一些店 他們喜歡的店 一些比較 可能是庶民文化的部分 那個書就一下子就是幾千本 那很多人就是到台南旅行 在各種賣店看到就會帶走 那我們為什麼會做這個書 因為我們覺得 當然去喜歡那個地方 然後 願意去那個地方走動 這是一種 開始對土地有感情的一種 可能一種做法 那很多朋友到台南就跟我說 我們到台南賣了你們的書 那這是一本 那另外一本 我們出了一個講台東的書 台東很多人沒辦法去 因為覺得很邀裕 那所以有關台東的書也很早 那我這個作者 他是台東大學俄文所的一個學生 一個研究所畢業的老師 對不起 那他很喜歡台東 可是他覺得台灣人對台東太陌生 所以他花了很長時間去寫台東 所以他出了這個書以後 台東縣的副縣長 去演講 把他嚇一跳 那所以就是我們讓他用這種去 親近土地的方式 也讓年輕的或者是更多的人 去了解台灣 這個是我們一種比較軟性 比較感性的做法 那這部分可能是一個嘗試吧 不過到目前為止好像還不錯 可以跟大家報告 謝謝 謝謝 那有其他朋友有問題 或者有緊張的問題出來的嗎 一位兩位 三位四位你們這次一次四個 好我請 那這邊先吧 那我這樣 我想請問一下兩位總編輯 特別是兩位總編輯 其實你們不曉得 你們有去思考一個問題 是說 出版社跟讀者之間 在社會運動上面的角色是 出版社扮演一個特殊的定格是 幾毛運動的一個中介者 就好像說 今天談到說 公民不所找的 或者說 平民的邪惡 這兩口書 其實是 藉著出版社的力量 把國外人這種民族的能力 帶給重力 帶給重力 讓國人去啟發說 原來外國有這樣的政治的思維 並且把這個政治的思維 劃成一種實際的運動 讓台灣人見識到說 國外人怎麼去佈上一個民族的運程 但是出版社要把國外人 對這種運動的 理念的 深度的轉述 的論述 帶進來台灣 這就是出版社的角色 而出版社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要扮演的 就是這個啟蒙運動 中間的志望 你們有沒有想過說 從這個啟蒙的過程中 去開發國者 例如說台灣人 因為沒有這種的 不要講國外的這種 運動的實踐方式 其實是我們需要被開發 我們不需要以來 迎接這個理念進來 但是我在說這個時候 其實雖然說 網路工具很發達 讀者可以從網路上面 找到相關的資訊 但是就我自己的例子 我發覺說 網路上的資訊 就找到很低的很過稅 第二個 可信度不是很高 於是 我反而求是說 也快你們出版社 把這相關理念的 一系列的書 整個方程中文 然後帶進來台灣 讓我們這些 不了解說 社會主義的讀者 能夠吸取相關的資訊 也就是說 我們這些讀者 是需要你們來開發的 但是你們好像都沒有 沒有去試著出版 這系列的書 有時候是 同一個作品 譬如說 John Rawls的書 只出為一兩本 但是他其他更重要的作品 居然沒有辦法翻成中文的書 可是 你們想過說 其實你們這是 行為你敢做的 我們是需要被開發的 但你們好像沒有這種感覺 這是我聽你們的演講中文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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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這邊好 那 我問題有點 寫掉就是 剛好繼續的話 什麼東西 就像是說 一些關於月子的東西 那 我這個經驗是說 因為現在有什麼 不時代 那我發現 因為我大概20分 已經一輩了 帶出書本的感覺 很弱 在場大家應該都是 可以感受 像我可能是他這些東西 那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上網或是他們有網路的東西 有誤告變得到很多資訊 那 書本對他們的意義可能 或者說例如熱情 就變得來很低 那 所以說 他們很常見到上銷書 是比較單純的 減半生活 和減輕之類的東西 那像一些重要的理論 或是一些比較複雜的 學術的東西 或者說 比較有深度的意涵 像跟光明在組織等等 那 政府現在出版 是必然有些需要 因為我們這些 資訊要成長的需要 但是 我想請問 如果你在選這些書的時候 有考量說 如果讀者 不能接受的話 那怎麼選呢 比如說 這個書很重要 這個理論 希望大家能取得到這些資訊 但是 讀者 我們反正現在經濟 大部分的讀者 都沒有辦法接受 那這樣的學術上 有一個困境 就是想瞭解一下 你們怎麼去處理 或者是說 有些是推廣的 像說 很好書選進來 但是如果說 大家都 一般的讀者 我們都會覺得 反應都不足 那這樣很可惜 會使用 就是說 那給你推廣 這個影片 就是說 像 所有的東西 我之前 自己看過 推廣很舊 很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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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看過 等於是 我一直是有時候 去找書 有些經典的書 都會 要唱本 可能都沒有辦法塞 可是我們這些東西 以前我們講 都沒有辦法 那像這種情況 如果再反彈 可能因為都怕 再來的 年輕的讀者 或是現在的讀者 不能接受 可是它很重要 那怎麼辦 再補多幾個 這樣便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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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面是不是有一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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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問你 其實這兩位總編輯 身為 自己身為讀者 有沒有自己的辦法去 因為在重播的 去玩品牌 去判斷的時候 就是 哪一些是你們覺得 惡性的 或者是分辨它的 真實性 就是 某一方面是 讓自己 不要被 就是可能也許 單方面說法去 混淆之類 就是你身為讀者 這個角度 會遵循自己 理工這種的方法 然後讓我們 就是其他主題 可以講 都說得起 好 謝謝 前面這裡還有你們 可以 然後我直接給他 你們主 因為你的編輯好了 我的問題 包括一個大問題 跟五個小問題 但是我會先 但是我會先講出 這個大問題 然後 因為我這個問題 是比較私人的 他可能不涉及 請兩位總編輯 工作今天 這樣子 但是就是 他是一個比較私人的 所以我先把這個大問題 問出來 那如果兩位總編輯 覺得不舒服 不想回答的話 請直接去結論 這個問題是 像 平凡的形容 那部電影裡面 有比較優化 叫寫作是孤獨的事業 這樣 請問兩位 覺得不覺得出版是孤獨的事業 那如果是的話 這孤獨的地方 是 什麼 如果 這大概就是 我接下來五個小問題 會 想要討論的地方 但如果你們覺得說 接下來這五個小問題 你們也不想聽了 那就 那就算 這樣 首先你們是很想聽到兩位 對 我也是一個人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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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 我也是一個人做的 我也是一個人做的 嗯 我覺得 好像剛剛在講 那個 呃 呃 孤獨喔 這種心情 那 那 所以 因為要先確定你們 還是要請他 下雨 我還是先發 因為你們可以拒絕 其實他有寂寞 所以 如果你們都同意 可能就讓他 好 如果不同意 請問你們同意做到 請問你們同意做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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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有經辦你們的意思 做什麼 做到 做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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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都選了OK OK 所以我先總結一下 兩位之前在談自己剛踏入出版界的時候的出版狀況 有一個狀況非常的吸引 假設說像 呃 魏總編輯在談他剛踏入出版界的狀況的時候 他 呃 他剛踏入出版界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他敘述的方式 很多都是介於機構之間 比方說 比方說像自己剛踏入資歷 報社跟他的關係 然後 當他自己出來拍出版社的時候 他跟政府的關係 哦 好 那就是 一個 魏總編輯有一個典型的例子 就是說 當他在當有報社刊登了廣告的時候 會被政府查詐 這樣就是說 你是在講自立那個時候 為什麼發生那個事務的時候 你講到政府的事情 對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總是 總之你可以看到說 他的 呃 他的範圍是非 他的範圍非常的 就是各個機構 比方說像報社政府 民主者 都是在台灣發生的事情 然後像 劉總編輯談到的就是說 比較接近 比較接近一方面是個人的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國家的 好像就是說機構的影響力 有點像是隱藏起來 這樣 就是比方說像 常常會提到說 劉總編輯常常會強調說 欸 我們是一個一人出版社 跟遇在有十個員工 這個情況是不太一樣的 是一人出版社 然後在 呃 相對 相對於其他年輕人 好像也很少有 呃 好像也很少有人是同業 或說如果有同業的話 跟同業 另一個同業也會是一人出版社 這樣 然後 呃 當這些一人出版社 遇到困境的時候 常常會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 這樣就是說 他的 他的 他的範圍跟單位 有二元 比較接 一方面是 一方面是個人 另外一方面是國家 比方說像是 我所謂的國家 比方說像是 其他國家的 作者會來找你出書 或者是說其他國家的 我們出的是其他國家的書 或者是說 要不要把書賣到其他國家之外 當把書賣到其他國家之外之後 會受到審 會不會 呃 因為兩個 因為兩個國家的法律不同 會遭遇什麼樣的問題 這樣 那我想請問說 就是在 這兩種不同的意思 一個是 個人對機構 一個是個人對國家 當你們 準備要採取一些行動的時候 會不會面臨到 會不會面臨到孤獨感 比方說自己一個人 對抗是整個機構 或是自己一個人對抗是整個國家 或是自己一個人對抗是整個國家 什麼 這個孤獨感是 這個孤獨感是 對什麼樣 什麼樣的那個 然後 如果我們讀者 可以做一些事情的話 我們讀 如果你們我真感到孤獨 而且讀者可以做一些事情 來幫助你的話 你希望讀者除了買書以外 用什麼方式來 幫助你們化解這個孤獨感 那麼還有一個很不幸的狀況 就是 我們都會提到中國要書 如果有一天 很不幸的 當你決定書以外書 或是你的書被查禁了 或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你也不准不支持你 你覺得你也不准背叛你 可能說欠負所寫 或者是怎麼樣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些話在心裡想講 你可能沒有話出版 但是你會想要寫一篇日記 你可能會變成一個作者這份 那這個時候 你有什麼話是想說的 那麼你們會不會覺得說 這些話是可以被一般大眾理解的嗎 還是說只有其他書版社的同業可以理解的 這樣子 好 謝謝 那個因為他的問題比較進行系列 我在想先回答前面幾位的問題 因為講話比較好 對 好 來 所以第一位 第一位朋友問的其實是說到 其實讀者有需求 好了 我簡單講是不是說出版社這邊 對於讀者開發的需求 其實不太覺得說出版社 過了不太禮拜說出版社是怎麼看 或者有沒有招弄到的 是不是 有點覺得說想要有些東西 我就其實出版社 出版社並沒有出 這樣講話 OK 好 那第二位 我覺得那個每個世代的做法都不一樣 像剛剛那個翠琳講說 他有很多朋友或者讀者 可以給他email 或者是給他一些回應 那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 當然啦 我有時候也覺得說 能做的事情真的是有一點太少 因為我們每天光是編輯的作業 然後出版社的一些行政事務 其實已經滿分頭了 那我們比較能做的 譬如玉山社的做法 大概在新書出版的時候 會盡量幫作者辦一個發表會 或者經常發表會 那這樣讀者跟作者 或者跟我們有互動 那當然比較熱情的讀者 有時候會寫信給我們啊 或者是出版社買書啊 跟我們聊聊天啊 那甚至 就是我也碰過台南一個推薦 一個老師 他喜歡我們的一本書 他就是每一陣子買幾十本 然後騎腳踏車去送給 送給一些學校 就是講台灣歷史的書 那至於我們跟讀者中間 要怎麼樣更好的互動 或者讀者可以給我們更多好的意見 我們也很希望啊 不過好像我們的讀者 這麼最情的也不多就是 那我不知道欸 我也很想知道說我們一定怎麼做 我也很想聽聽大家的一切 我覺得世界上怎麼出版的 好書真的還蠻多的 然後也不會演說 一定會考慮說 我今天出了蘇柔的公民公主 我們接下來可以出 不知道什麼 就是 就有很多一系列接下來的書 可以出版 那 其實在想說出版 規劃說接下來要出版什麼時候 他其實有問題 其實在做每一本書的時候 其實都不會知道 出這個書 到時候的銷售是怎樣 可是 就我的狀況而言的話 之前出過的書 的銷售狀況 他會 或者是 因為銷售就很簡單 比如說我喜歡的話 就是買了 那不喜歡 或是覺得 如果很簡單 比如說讀者覺得這個書 沒有那個價值 他就不買了 那不論是誰的書 那我來看的時候就說 欸 所以這個書可能出版 然後讓我大虧錢 我就 我就 我就是一定是卻無 我就想說那這套字幕不同 那我可能要換 我想說的東西還是一樣 我想要 介紹給讀者的東西還是一樣 但是我可能會想說 用別的表達方式 那一本書如果賣不好的話 其實真的有很多原因 就是像 剛剛我會整天講說 那個給讀者的資料 然後後面一勾 你覺得書裡取得怎麼樣 書工作怎樣 還發生怎樣 就是字太大 字太大不得不買 還是字太小不得不買 然後 我有書 字說超大 然後都是也不買 然後有書 字很小也不買 字太多也不買 字太少也不買 但是大家的心意都這樣 就是大家都有很多這種不同的 所以 其實我覺得 當然是說 對於出版社的身份 每出版每一個書 都是 對於特別少出版社的話 那些身份的感 就會很順 那 之前的 如果 這本版也不錯 下一本就覺得 可以比較踏實 那 因為其實都選擇做出版 其實 如果 我還沒有做出版之前 就有 就是 就我朋友就賺出 欸 你真的入出我行 這一行真的是 沒有辦法賺錢 你看你們做文化 就是 這麼寒帥 他做文化高設計 這些案子就幾百萬這樣 他就覺得 欸 你這個幾萬塊這種錢 那 可是 當我們選擇是 比如說這個行業的經濟規模 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 他沒有辦法 他是比如說幾百萬 或是 做到 比如說一個規模 一個出版社都要幾百萬 就是很厲害 那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 出版的這個條件 然後這也是文化 非 可以無死活活 甚至是 無死活活的這個一個元素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在做出版的時候 我覺得都是 我覺得為什麼沒有想 他想要說什麼 然後我也是 那就是盡量是在一個 我覺得絕對不是沒有考慮到 而是有 但是怎麼樣在影響跟現實之間 做一個評論 說 我希望這本 像我 我有聽過一個書 他說 像別的出版社就說 他們會做一本什麼書 比如說 商業書 教大家怎麼樣 或是瘦身 然後再出了一本 我那個朋友 他是做 那本 在介紹台灣客家文化的書 他就說他老闆讓他有個 有個 code 就是出三本那種 就是 減肥 商業 立志 然後 教育 旅行 還是什麼那種 就是可以賣的 然後就讓他出一本 台灣客家文化 或是鐵道詞 還是什麼這樣子的書 所以 其實 這是一個 我覺得生活是這樣子的 一個平衡的狀態 所以 相信我們還是非常想要出 就是很好的書 然後一直從這個方向去努力 謝謝 那個 因為時間有點晚了 那我們最半這半十點 活動一定要先結束 所以 含義這邊我先跟你說抱歉 等一下 活動結束 再問一下 另外兩個問 那整個活動結束完之後 大家還 有問題想問的 然後來簽書 大家幹嘛都還可以過來 再跟我們這邊講一下 那另外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 第一個是 有關於網路的影響 如果從下一個讀者 其實根本不能夠接受 某一些 小毛醫生 他的一位是希望我們知道 說兩位 如果 你們是做出版人 但你們出版人 本身作為讀者 你們有什麼分辨出版人 可以有真實性的 先講網路 的確網路 手機 還有平板電話 的確對書的影響是發生的 因為我自己常做捷運 那不只在台灣 然後到日本 或者到韓國 我最近 然後在台灣 你看過去 十個人裡頭 抓著手機的 不管是在看什麼內容 恐怕六七個七八個都會 那所以這麼多人 抓著這個電子的東西 他還有多少時間去閱讀 閱讀紙本 然後另外一個 紙本的東西是要花錢的 他願不願再掏出幾百塊 買書或者買掌書 那我想未來 我們再猜 因為電子書 我那天前天 跟一個日本的 一個愛學公司的 一個朋友 幾個美心朋友 他說其實電子書 日本好多年都說他們是 電子書元年 每年都在元年 可是到現在 也還沒有發展出來 然後台灣也是 就是我們 大概十年前 政府就說要幹嘛幹嘛 那最近幾年 工部門也花了很多錢 要做那個電子上路什麼的 就是跟電子書有關的 可是其實從我們的經驗 那個得到的那個回收 不要說回收 得到的這種數字好了 其實是非常少 可是相對的 資本也變少 所以不知道欸 那天我的同事 已經去做那個發行公司 同事跟我說 今年台灣的出版社 退書率是超過六成 十本書出去 大概退回來六本多 這是平均喔 他們書報社的統計 所以是 的確是辛苦啦 那 可是 還是這麼多人在做 而且跳進來做的 很多人很優秀 譬如說陳敏出來的 中國時報出來的 博特還出來的 很多 那很多都是 一兩個人就開始做 因為他們很有想法 很有熱情 那也很想把一些書 跟台灣的讀者分享 所以就越來越多 所以為什麼 台灣一年 是四萬本新書 四萬本 大家算一算 一天是超過 一百份 那有些是成品看得到 有些成品看不到 當然有人問那個圓文編的問題 其實我不太認為成品是完全是政治考量 因為成品他也有很多商業考量 因為他的空間很貴 他也認為說這個書能不能賣 他有他的 他們的判斷 這個判斷不一定是正確 那可是是他們的判斷 像翠倫做過 夥克萊的採購嘛對不對 所以是會有這樣的問題 當然是政治的考量有沒有 我想應該也有 可是應該不是 完全是這樣的一個故 那當然玉山社的書也有 他們有些書也是放得很少 採購不多也會有 可是基本上我們 我們的方式可能不是很激烈吧 所以他們還可以接受 不是接受 就是他們也可以 覺得我們的書應該讓人比較知道 或者願意擺放出來給讀書那樣子 OK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怎麼去判斷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是一種直覺耶 當然你第一個要看這個出感色 是不是一個好的出感色 口碑不錯的出感色 然後再來看這個作者 他寫的內容是不是對你有說服力 讓你有信心 當然有些人很會包裝 很會去把一個事情講得好像很有模有樣 可是假如我們的判斷力夠的話 應該還是可以試過吧 還是可以找出真正好的跟有價值的東西 這是我的問題 謝謝 回答那個閱讀的問題 如果我是一個讀者的話 閱讀習慣比較像是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 我對什麼東西有某一個議題 或某一個主題要先學 然後通常在讀完那一本書之後 就建議大家不要去看什麼 信書排行法之類的 或是 那 甚至可以多用圖書館 然後讓那一本書 帶你去找到下一本書 然後你的閱讀的整個 脈絡就會 怎麼就會出 然後一本帶著一本 那在這個中間 剛剛提到說 你說 真實或是可信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 就 我們都是身為一般讀者的角色 角度來看的話 你可以由 你的閱讀脈絡 就如果是這本書的前一本 或是這本書 帶到的下一本 去交互解釋 我覺得你可以得出你的答案 那閱讀是很私密的 或是很私人的這個行為 然後你會有很多不同的體會 甚至是在 我覺得就是 在生活中 也會有給你很多 可以交互比對的那個東西 那 它的真實 與否 或是 你是不是願意相信 我覺得那個答案就是 它會在你的心裡 就是其實你一定知道那個答案 這樣子 那剛剛講到網路的那一塊 我們有跟 因為現在有很多做電子書的這個平台 我們在一起合作 所以也是把書的內容數位化 但是 其實在網路上閱讀就是像你剛剛講 就是比較破碎 東西就是都一塊吸一塊這樣子 那也許只能閱讀 有時候會覺得感很輕鬆 但是 它就沒有辦法 就是很多延伸閱讀 就是 你可能讀到 網路的閱讀是這樣 就是你才讀 兩百字 然後它就延伸閱讀到來去 然後當你回過時來 你已經忘記 其實原本 要查了 你的汗啊 二來 結果最後變成 我不知道 Lady.com 是不是 就是已經忘了 你一開始 會是什麼 可是在書本上面 它是 我覺得閱讀就是剛剛講說 一個私密的行為 它是 它甚至是 現在讀書 可能是已經 如果你有池文書 它是變成一個蜂蜜的狀態 你不會一直有 不斷的延伸 這有時候還沒讀完 就開始延伸閱讀 然後到 忘記自己 一開始是站在哪裏 或是你氣墊是在哪裏 所以 我覺得書本 它能聽過一個 比較封閉的閱讀 閱讀 閱讀 然後 但是 也讓我們更專注 然後在脈絡裡面去 迎接那個 那個 我們想要知道的知識 甚至這個東西 在閱讀小說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不能讀小說讀一下 然後又去reference 別的東西 然後整個就挽掉 然後整個 整個 作家想要把你營造的 的場景 或是那個 怎麼感覺 或是怎麼鋪陳 全部都一見 所以 我覺得也有趣 因為現在人物的東西 變得很短 像比較古時候 我出一本《遠離非洲》 那是古時候的書 1930幾年寫的東西 也是文學獎文 就是文采非常好 他可能就會花個石面去描寫 比如說非洲的山 非洲的空 非洲的空 非洲的水 非洲的樹長什麼樣 然後 一直走一直走到一個人都沒有 那大家就會覺得 欸 怎麼都沒有人 可是現在的書已經 這一段已經完全都神略了 他直接就想去 比如說 我覺得最近很像那個 回憶的語境 那一開始 主角就出現 他就開始在 在回憶 然後大家網上 都找到一個任何才進去 其實我覺得閱讀真的需要 閱讀就是真的是過度的 然後愛情 那這個東西 我覺得在數位 或是網路 當我們網路有Wi-Fi 或是可以閃去上網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會被打碎 那這件事情 有時候我們沒有網路 沒有辦法連線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這時候有點 是 我覺得是有一點可悲 但是如果有機會 可以真的手上拿一個紙燈 我覺得那個 現在就慢慢 會不會一直可以享受 眼睛不會怎麼累 那 那 我覺得這就會變成一個 非常享受 享受的 情味 就像很會特別去 溫馨的咖啡 這樣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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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ef 拍攝 謝謝 謝謝 facilitate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